早上起来要做什么啊? 刷牙 洗脸 整面背 还有要听 圣经好好听 大家好,又到我们一起读今天的时间咯 今天要读的是 《月博基地》的13开始咯 南麻人所法回答说 我心中急躁 所以我的思念叫我回答 我已听见那羞辱 我责备我的话 我的悟性叫我回答 你岂不知 亘古已来自从人身在地 惡人夸甚是暂时的 不尽情人的喜六不够转眼之间吗 他的尊容虽达到天上 头虽顶到云中 他终必灭亡 像自己的粪一样 速来见他的人要说 他在哪里呢? 他必非去如梦 不再寻见 速被赶来 去如夜间的异象 亲眼见过他的 必不再见他 他的本处也在见不着他 他的儿女要求 穷人的恩 他的手要佩 还不易之财 他的骨头 虽然有青年之力 却要和他一同 躺握在尘土中 他口内 虽以饿为甘甜 藏在舌头底下 爱恋不舍 爱恋不舍 含在口中 他的食物在肚里 却要化为酸 在他里面成为 毁蛇的恶毒 他吞了财宝 还要吐出 神要从他腹中掏出来 他必吸引毁蛇的毒气 腹蛇的舌头也必杀他 流奶与蜜之河 他不得再见 他劳碌得来的要赔还 不得享用 不能照所得的财获还了 他欺压穷人且又离弃 抢取非自己所盖的房屋 他因贪而无厌 所喜悦的连一样也不能保守 其余的没有一样 他不吞灭 所以他的福乐不能长久 他在满足有余的时候 必到狭窄的地步 凡受苦楚的人 都必加守在他身上 他正要充满肚腹的时候 神必将猛烈的愤怒 降在他身上 正在他吃饭的时候 要将这愤怒像雨降在他身上 他要躲避鐵器 同工的箭要将他射透 他把箭一抽 就从他身上出来 发光的箭头从他胆中出来 有金黄铃在他身上 他的财宝归于黑暗 人所不吹的火要把他烧灭 要把他帐篷中所剩下的烧毁 天要写明他的罪孽 地要兴起攻击他 他的家产必然过去 神发怒的日子 他的货物都要消灭 这是恶人从神所得的份 是神为他所定的产业 今天读经就要再结束 下次再一起读经吧 拜拜